各位网友 大家好 对于现在的餐饮业生意 一落千上有人说 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想法? 看到王家湖好像有点看法 有些餐饮业老闆也出声 但是他们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呢? 我觉得有个问号 究竟是什么? 现在一起研究一下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虽然我们经常说 很多店铺和餐厅 真的没什么生意 港人不上 有人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 不要紧的 每个人看的位置其实都很不同 有人归咎港人 你不留下消费 迟早大家都没生意的时候 就一起倒闭 到时候连你都没工作的时候 就真的大家一起玩完而已 不如为什么不留下消费呢? 但是有人觉得不是这个问题 我根本消费不起 不是我不想消费 我很想留下消费 但是东西真的实在太贵 甚至乎贴钱买烂 就像狗技事件那样 有内地男人说 有没有搞错 他觉得我来吃饭 还要被你骂 不用骂得这么尽 觉得根本 好像 我是消费者 还是你的出气袋呢? 就是这样 对于近期 生意不好 更加有人觉得 内地客的消费力度不足 之前我们也报道过 有记者直击 内地情侣 内地客来香港消费饮食 他真的 跟之前 或者疫情前 简直是两个世界 之前简直是 哇 赞到 下来 哇 个个大豪客 要什么吃什么 是不是? 疯狂 饮饮食食 但是现在 叫过菠萝包 9元的 叫杯夜饮 两份饮 没人 接着就买单走人 所以导致到 有很多餐饮业 老闆就说 那怎么办? 大佬 我怎么做生意 是不是? 其实数字 也可以看得到 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 自通关后 中式餐馆每季收益 相比起 一百年下跌超过两成 所以为什么近期 有更加多餐饮品牌 老牌餐厅 齐齐 倒闭不做呢? 有些本地的茶餐厅老板就说 应该给一些好意见 有什么好意见呢? 看见到有些专家 现在游客的消费模式改变 游客的消费模式改变 他们以前不会叫套餐 即是中二举例 散叫 款 叫款 你说 50元碟 又或者80元碟 我都照叫 散叫 没问题 例如茶几 你知道香港有很多特色食物 干牛河 西多士 红豆冰 热奶茶 炒饭 炒粉面饭 总之和我都叫 最重要的是堆头 很豪气 但是反过来 现在 他们的环境就是 一人叫一个餐 一人叫一个餐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也是这样 但是对于内地的旅客来说 他们的消费模式已经改变了很大 当然 某程度上 专家都觉得 内地客来到香港 算是多次了 不止一次 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 所以有专家建议 港府与内地商讨更多城市 加入自由行计划 为业界开拓更多客源 就想反映一个事实 不是有游客来 我们的经济一定是好 我们要想想办法 如何争取客人 多些来香港 这位 杜苗饮食专业学会会长 徐文伟的看法 当然你的看法 但是你问我 我的看法就不是这样 很老实 你说放多些自由行计划 那就代表 开拓了新客源 那 就是 有些生意 但是你也是吃一股的 如果是这样的看法 因为刚才你也说了 失去新鲜感 还有当初你见到 内地自由行计划 外面都是他们想买的东西 想吃的东西 但是 分分钟 来到香港 现在 有些什么吃 除了茶餐厅之外 木屋烧烤 密雪冰城 茶够星人 泰鱼线菜鱼 这些是内地品牌 什么姚鸡王 内地品牌 来的 香港也有 但是他们会不会帮着 不会 看下餐牌 这么贵 来到香港 很贵 这些东西 我做什么在这里吃 这东西 正正就是 大家指出 现在香港 餐饮业的问题 太贴近 太贴近深圳 太贴近内地那种特色 你没了你自己 香港本身自己 应该要有的水准出来 这东西就是 令到游客 新鲜感减少了 我也不用来 你香港卖9元杯 我在上面卖3元杯 4元杯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买 超一样的 我都不需要买 所以其实 这个也是很 简单的重点 等于 为什么内地 你看到有时候 我们之前报的 资博 烧烤好出位 火红火热 曾经一浸 哈尔滨 那些人去看 这个冰雕 海南 这个免税区 等等 每个地方 每个省市 都应该是 具有他们的特色 广东省 广东省都可以很大的 广东省也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广东省也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广东的食物都不同 广东是吃螺丝粉 广东是吃粤菜 然后你去上海吃上海菜 其实每个地方都应该有他们的应有特色 除了食之外 他们的建筑文化等等 这些东西都应该是有他们不同的东西 这些如果能够制造得到出来的时候 那客源 就会有 之前 自由行开放的时候 好像除了这位 专家 看到王家和 他也有看法 王家和 他也说 香港人 出外旅游同样征打碎算 他说不应该歧视旅客 为香港带来负面形象 他说 呼吁业界要自强 做得好的 自然就有人排队来吃 他 也觉得 希望 一起开放多些 这些叫做自由行 大家都希望 能够 改善服务的态度 他说唯一出路 希望是中央放宽多些自由行城市 其实 大家想着 多人投来 都是 我给你赚到多一股钱 真心 这些事情 其实这个情况 大家应该要 更早 醒了 大家要醒了 之前 你真是 正所谓 你坐在那里也有钱收 现在 要你开始 落力点 去找 去找客人 去尝试 去创新 去跟这个世界竞争 但是 大家就觉得 不 不行了 就像这些 年轻 那样 摊大手板 问妈妈 拿钱 拿惯了 现在叫你出来打工 很辛苦 不做了 对吗 做到 脚都软了 只有鸡碎 那么多 回家去问妈妈 拿糖瓶 更好 这种 感觉 王家和 当然 他自己也说 服务业界 太多强差人 那样 那样 其实 是对的 对的 其实他也说得 没错 很老实 因为本身 内地曾经经历过土豪 数百万当是瑞银 真是 很厉害 但是疫情过后 反过来 现在就是 香港人 不想 救深圳经济 有些内地网民这么说 更出现了另一个情景 就是 小红书充斥着 穷游香港攻略 旺丁不旺财 你想想 好像这些 刚才说的 九元 不用钱 零元游香港 甚至乎你去旅法局拿 那些餐饮券 聚沙可乘塔 即小乘多 在微博很多热手 例如怎样教你去 那些什么体育馆洗澡 一元都不用 总之就叫做 到此一游 拍个照 哇 晓晓 晓晓 骗一下 就算了 骗一下 没办法 既然他们这样的情况 如果再扩大自由行的时候 对于整个整体来说 我觉得 未必有很强劲的帮助 你不会再好像 之前自由行 刚刚 03之后 沙士之后 中央推出这个自由行政策 那段 高峰 你很难会做到那段高峰 但是 但是 如果能够改善 如果能够改善 好像我刚才之前所说的 或者是王家和所说的 你改善服务质数 是吧 有时候真的 王家和他说 业界服务态度强差人意 你改善 用一些优质食材 各方面都优质 自然 那些人会回头 但是 有人就觉得 如果用业界的声音 分分钟就说 现在的东西很贵 还优质食材 根本这天都不消费 我怎样优质食材 这东西很贵 所以其实现在面对 各方面的矛盾 你又要 又要马而做得好 又要马而不吃草 难免 有些困难 我经常用一个譬喻 就说 你想马跑得快 你都起码让我看到 萝卜在前面 是不是呀 做一只出色的马仔 热斗小马 拉屎撞 前面有个红萝卜钓着 我都好像看到 但是现在看不到 你好像復活节那样 报道 天天就在说 倒闭倒闭 跟着 又说生意不好生意不好 个个鬼链那么吵 原来是 自己服务 根本不好 这样 但是 背后 存在着很多问题 也就是那些 成本问题 另外 其实 好像 清明 大家拜散 海关 揭发了 七档烧美 骗秤 这些事件 你现在公布出来 那些人就说 那我真的 我用不着在你买 我上去 就像之前说的 那些老人家 长者 上去20元斤烧肉 我用不着 帮衬你 那别人都会骗秤 骗我秤 我只是20元 是不是 但你香港买秤 多少钱 这件事件 看到海关在过去两个星期 全港巡查 打击一些商户 骗秤 例如派完放射 买叉烧烧烧仔 就发现有七间 烧纳店 厄秤 实际重量 和他所说的重量 相差7.5% 去到20% 不等 哇 那就糟了 海关指出 在长沙湾 红瓣王大线 收基湾 北角泉湾的烧纳店 买烧烧仔 叉烧 烧肉等烧尾 买完之后 立即表露身份 立即在他面前 拿个秤 我拿个工秤出来 帮你绑 好了 发现有七间厄秤 好了 一起和大家看看哪七间 夸张 在王大线 不知道哪间 烧肉 我要买20两烧肉 实际只有16两 16两半 哇 差4两多 哇 20% 21% 差一斤多少钱呢 差不多38元 哇 38元 你真是瘋了 好了 长沙环 说13.14两 但17 只有11两 20两 刚才开头就是一斤 一斤只有一斤 好 很厉害 长沙环 这个只有11两 差2两 16% 差22元 红磡 烧腩仔 就说 16两 就是一斤 16两 但一斤也没有 只有13两多 又骗人 差了 20多元 北角 买烧肉 又说17两 就是一斤多些 实际一斤也没有 差了十几元 全湾烧肉 16两 一斤 实际只有14 14两多 又差了十几元 观塘这一间 都好点 好点 都是骗称的 说有10两烧肉 只有8两 8两8 差几元 收几元 叉烧 斩料 斩料 斩第九叉烧 谁不知 你买7两多叉烧 他给6两多 那真的很少 差0.56两 但经常都说 差点多 足晴 有没有看过司马庆 有背后 缺斤缺两 减受 减复 真是 是否又走回那些庆 真是 死了 所以你看到 王家和那种说法 用服务态度 甚至是揽收费 用劏客成瘾 这些是会导致 更多客源流失 但是我自己 也是那句 开放自由行 不代表是可以 加大了 消费力度 是 会 光玉宽 他说 担心香港形象 变成平靓正 因为 他批评业界过分 看重内地游客 当他们的消费模式改变的时候 餐饮业受制于租金人力成本 只能用预制菜模式 甚至推出一些平价的套餐配合 一个恶性循环 到最后变成平靓正 又平靓正 就是 平靓正不是一件好事吗 旅游形象从此变成平靓正 你说如果用预制菜当然 那当然是说一下 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货真价实 不要先说用平靓正 货真价实 一分钱一分货 甚至乎肯下足料的时候 我相信 哪里的地方的游客 都会欢迎的 但是江玉宽议员这个看法 就是之前的 专家在疫情 差不多完结的时候都已经说了 我们所有的零售业 所有的店铺整个模式 是需要重新审视一下 不是着重单一旅客的了 江玉宽又说到 不是要业界劏客 他说部分港人热爱泰国为例 当地的平民美食廉价 也同时有一些 漂亮的品牌 成功吸引到游客的观光 去排长龙 反而香港的高级食肆越来越少 连IFC也开两个饭 他说你想想 一个这样的坏 的循环 怎么赚钱 江玉宽说近期 他在铜锣湾茶餐厅吃早餐 他说最能买的就是面包 所以我们是要看几个不同的消费层 不是单一的消费层 我们不只是要看单一的地方的游客 我们是看全球 眼界是要看全球 放诸于世界 我们是 国家的窗口 亦都是对外的一个 重要的位置 我们不能够看的 只是看一番 是吧 所以 也对的 我们怎样去取其平衡 现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是否应该由低做起 慢慢推 其实 当你自己基本有特色的餐厅 小店 做起 吸引到游客 经济会慢慢起 外国大型 无论外国也好 内地的大品牌 都会一起进驻在香港 那你形成中西合逼文化交流的集中地 外国游客能够在香港试试 内地的大品牌 北京烧鸭 重庆烧鸭 砰砰鸡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日前在东门 我已经很久走过东门 一进去美食街 人多了 当然有很多东西 当然每个人都买了东西 我纯粹走过去看 旺的人也多 当然不是说 居水骂龙 不是迫着 夹着走 但是 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不是说要你赌模去抄 谁都说不是叫你赌模去抄 我们将我们自己 香港本身有很多特色的东西 当时有很多知名好的餐厅 我之前也说 全球 中菜 整个亚洲菜 西方菜 都可以云集在香港 可以做得很好吃 因为 香港人 嘴巴很丢 你服事得到香港人 你觉得 这些味道正宗 你就可以了 所以 其实香港 是酒量的消费模式 平静静 和酒高档 政治 好吃 所以 说到这个位置 大家都不要只怪 港人不上 或者你只是扩大自由行 就可以搞得到 这件事 业界 其实都要想想 你怎样改善 自己的情况 好 今天整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